鱼雷作品 好的 我们继续共同学习《入胎经》 上一讲呢 我们讲到这里 我们从这里开始继续往下看原文 是我所知 事故如今见有自立 见有他立 及二句立 如是等法应常修学 于出家法谨慎行之 勿令空过 佛陀呢 讲完了上一讲我们所讲的内容之后 佛陀说呀 你如果能够在我面前 听我给你讲的佛法 并且顺于寂静了 你就能够达到觉悟的境界 这一点呢 是我所知的 佛陀呢 在这里给我们做了证明 其实呢 不管是你学佛或者不学佛 我们相信一个理论 一定要有一个信作为支撑 比如说吧 我现在问各位一个问题 咱们现在都说地球是圆的 你拿什么证明 你怎么证明地球是圆的 那现在你要是问别人 别人马上拿手机了 拿互联网了 拿电脑了 或者电视 给你拿出一张照片来 然后呢 告诉你这张照片 是宇宙飞船飞到太空去了 对着地球拍出来的图片 哦 你说那我相信了 当然了 对于我们更多的人来讲 就是听说的 可是听说的至少他有图 他有说 这个宇宙飞船飞到太空去拍的 至于到底是不是宇宙飞船飞上去拍的 我们没有办法确认 但是呢 我们相信了这个科学家 我们相信了这个天文学说 至少他拿出了一个照片 作为给我们的印证 佛法也是如此 释迦牟尼佛在当时的印度成道了 他拿什么来证明他成道了 谁来证明他成道了呢 那么反过来 释迦牟尼佛在当时的印度 他是一个异类 他是一个小众学说 印度本身有原来的印度教等等 还有各种各样的学术 所以他在当时是个小众的 现在我们讲佛教在全世界都是主流 但当时不是 所以当时有其他的外道 一定要过来跟他辩论的 那就问了 你说你觉悟了 你怎么证明你觉悟了 你说你降服了内心的这些贪嗔痴慢疑 你如何证明呢 之后我们当代人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开一个直播 有一帮不学佛 不了解佛法的人涌进直播间 他们第一点就会问我 质问我说 你拿什么证明有佛 你怎么知道有佛 你把佛给我叫出来给我看看 不然我不相信 对了 世人总是喜欢眼睛看到的 可是佛法你用眼睛怎么看呢 佛陀你用眼睛怎么看呢 这就和你的祖宗 我问你你有祖宗没有啊 有的人肯定说了 我有祖宗 你怎么知道你有祖宗呢 你把你祖宗给我请过来 我不见到我不相信 那他肯定说了 既然我能出生 我就得有父母 我的父母能出生 那我的父母也得有父母 以此类推往上推 我一定有一个祖宗 那普通人会这样回答你 所以当有人跑过来 向我叫嚣的时候来问我 你把佛陀给我叫出来 你把佛陀给我喊出来 不喊出来我不相信 其实这是同样的道理 佛陀虽然现在 他的肉身没有存在于这个世间 但是他留下了寺庙 留下了佛法 留下了佛经 留下了一直在几千年传承的僧众 那你往上推嘛 就像你推了 有你就一定有父母 有父母 父母 还有父母 一层一层往上推 所以已知 你一定会有祖宗 佛陀也是如此 我们现在知道了 有佛法 有佛经 有僧众 有寺庙 依次类推 往上推 我们就知道了 一定有佛陀 疫情的时候 我有兄弟说 你把如来喊出来 我看看 你要告诉他 你的自信 就是如来 你的自信 就是如来 你要修正了 如来自然就显现了 你不修正 我喊也喊不来的 那反过来呢 我们讲佛陀 在当时 或者在几千年之后的现在 都要有人来问他 同样的问题 你怎么证明你觉悟了 你如何能说明你证悟了呢 谁来印证呢 正如我之前跟大家讲那些 邪实说法 我举的例子 谁能给你认证呢 比如说吧 一个人号称自己成佛了 号称自己是菩萨再来 然后告诉了 有多位高僧大德 或者有我的几位徒弟 都给我印证了 他们都认证了 我已经成佛了 那么我就要问你一个问题 你都成佛了 还需要别人给你印证 那就说明他得比你的成就高 比如说你说那些 印证你的高僧大德 印证你的你的那些徒弟 他们来认证你 他们来印证你 他的境界一定比你高 可是你都成佛了 成佛了就是无上的 就是最高的了 就没有什么比你更高的 再能来印证你了 如果说还有比你更高的来 印证你 说明你水平还不行 你得达到你能印证别人了 这个时候你才能行 而你还不如那些能够印证你的人 都成佛了 谁来印证佛呢 他一定比佛还厉害 那就说明在佛之上 还有更高的修行果位 所以这本身说有人来 印证自己 谁来认证 这本身就是逻辑上的矛盾 所以在当时 如果有人来向佛陀问 谁来证明 佛陀怎么回答的 佛陀首处大地说 大地作为证明 大地作为我觉悟的证明 这是谁来问佛陀的呢 当时有人来问佛陀说什么呀 说你怎么知道你是觉悟的 是真正的正觉悟 而不是你觉悟成了魔 佛陀说首处 一首处大地 叫处地印 现在你也能看到有一些佛像 做释迦牟尼像的时候 有一个首处地的处地印 大地作为证明 那么这个问题 其实问得很妙 就是说你说你觉悟了 你怎么认为你觉悟的是正的 是能够引领一切众生 往正向去修行的正法 而不是你自己修行成魔了 你自己觉得你是正的 可实际上你是魔法 你是魔的法 你怎么证明 佛陀守处大地 说大地作为证明 不可能有任何人来为他作证 有任何人来为他作证 说明在佛陀的觉悟不是无上的了 所以我们在座的各位也是一样 你在这个世间遇到的所有所谓的善知识也好 大师也好 法师也好 老师也好 灵性导师也好 你可以试试问问他 你怎么确定你的法是正的 你怎么知道 谁来作为你的证明 如何证明 你怎么知道你不是修的是写法呢 你怎么认为你的法就一定是正确的呢 当然了 在佛陀之后的我们能证明 佛陀之后的我们只要严格按照佛陀的教导学习 就有佛经佛法作为证明 但是佛陀首创的这个法讲出来的时候 那只有大地才能作为证明 大地为什么能作证明呢 就是因为呀 这个大地是一切众生的归一之所 没有大地你能生存吗 所以佛陀告诉外道 这是为了降服外道的这个发难 告诉你大地作为证明 可是如果说 你这个老师 你这个导师 有人说了 我有教师证 我有这个佛教皈依证 我有戒谍作为这个佛教教职人员证 你那个证没有办法证明 没有办法证明你的修行层次 没有办法证明你的内心境界 也没有办法证明你的是正还是邪 那你说前两天出来的这位 说这个给女主播 不拉不拉他们发生这些事的 你说他有没有证 他一切证都齐全 他还是当地的那个佛教协会的会长 他什么证都有 所以那个不能作为证明 你拿这个证 那没有用 什么能作为证明啊 你内心真正的归一之所 才能作为你自己的证明 你只要严格的 按照佛陀的教导 咱们作为佛弟子 佛陀已经用自己的无数的八万四千法门 为我们印证了 有无量的高僧大德 有过去的无量的修行 咱们的前辈们 他们也为我们做了证明了 所以呢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 如何证明前面讲的是准确的呢 佛陀说了 是我所知 因为他的徒弟 他的学生们跟他学习 我们未来也要跟他学习的时候 佛陀给我们增长了信心 在这里告诉说 只要你听了我讲的法 能够顺于寂静 你一定能证到觉悟 是我所知 是佛陀印证的 佛陀告诉我们的 佛陀怕未来的人不相信 那佛陀说 你只要对我有信心 你能够对我有信心了 你好好的修学 把这些字给吃透了 是我所知 佛陀为我们做证明 佛陀那个时候 他的觉悟有大地作为证明 我们的这些后辈们 我们这些后来的跟他学习的人 有他作为证明 所以你就放心地学 你就放心地修 咱们这本《入胎经》 是严格按照佛陀讲的 这些给大家讲的 一个字一个字地给大家抠 一个字一个字给大家解读 在这里呢 咱们大家就要生起信心了 佛陀在这里告诉我们 告诉你们四个字 是我所知 这个我指的是佛陀 佛陀说呀 你只要照着这个去做 去修去行 你就能够能去菩提 你能够证明 证到这个根本无上的觉悟 佛陀讲的 佛陀认可这件事 是故如今 建有自立 建有他立 及二具立 你这样修行啊 利益太大了 你能够按照佛陀讲的 这些内容 我们前几讲 所讲的这些内容 你去修行的话 你的利益非常大 有三个利益 一个是自立 一个是他立 还有二具立 什么意思呢 首先呢 你能够自己得到大利益 这叫自立 学佛第一件事 其实就是自立 你说佛教徒 佛弟子自私吗 那就得先自私 佛弟子一定 他有先为我的 这个念头才行 比如说很多人学佛 想求富贵 想发财 想生男孩 想买房子 或者生病了 想要病好 或者想探求人生的真相 等等等等 各种各样的原因 你可以求自立 没问题的 所以咱们才总跟大家讲 先以利勾迁 后令入佛制 佛教并不反对 你要得利益 你当然要得利益了 你不得利益 你怎么能够学佛呢 你怎么能够坚定信心呢 你怎么能够勇猛精进呢 所以一定让你得大利益 可是你这个利益啊 不一定是你世俗观念上的那个利益 你开智慧了才能看懂那个真利益 有的时候啊 咱们普通人 他认为利益就是钱啊 名啊 色啊 财啊 想的利益都是这些世俗上的利益 而佛陀告诉你 你这个自立 你自己觉悟了 你走上了人生的正途 你不再剁三恶道了 这还不是大利益吗 你看他发财了 发了几百万上千万 在佛陀看来 那些都是过眼云烟 你想受过了 然后你剁到地狱去受苦了 那能叫利益吗 那不是苦吗 所以咱们修学要得到利益 不一定从你世俗的生活当中一下就看得出来 有的人说我都拜佛拜多久了 还没见效果 我还没发财呢 你认为发财是利益 而佛菩萨看 你不发财对你有好处 你一发财你就飘了 飘了你就作恶 作恶你就下地狱了 所以你不如不发财 有的时候我们学佛了以后 没有很快地达成我们的目标 不要太着急 让子弹飞一会儿 我今天出门打了一个网约车 这个网约车司机 他的那个车前面 摆了一个转金筒 一般来讲大家都见过吧 那种转金筒 他都会是有电动的呀 或者是太阳能的 他会自己在那转 他那个转金筒呢不转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你这个转金筒 是什么 是电动的吗 还是太阳能的呀 怎么不转呢 是没电了吗 然后这个司机就跟我说 说我这个呀是用手扒了的 用手来转的 不是用电的 得用手才显得我诚心呢 然后我说是吗 那挺好的 然后他一看我对这个转金筒 挺感兴趣的 然后他自己呢就用手 用手呢扒了一下 他说你看 这个是用手驱动的 我说那挺好的 对挺好 然后他说了 他说我呀 我得表现我的心诚 我为什么弄这个转金筒呢 就是因为我这个车老被撞 我说那 那我说这个 那你摆上了这个转金筒以后 有没有减少次数 还是就再也不被撞了 你有没有改善呢 他说好像摆上了之后 再没被撞过 我说那就还是有用嘛 然后他说 也可能是心理安慰嘛 然后我就乐了 我说你心理安慰 只能安慰到你的心 他怎么还会安慰到外面了 安慰到你的车了呢 那安慰车了 你刚才说了 以前总被撞 摆上了转金筒 没事就转 结果就没再被撞 那还是有用嘛 那不只是心理安慰了 你心理安慰 只能安慰你自己的心了 他安慰不到外面的车嘛 所以还是有用 然后他就乐了 但是呢 他讲的这个呀 只是我们能够见效的 一个很小的事 但有的人他想求病好 想求健康 想求买大房子 想求发大财 可能不一定很快达成了 甚至十年都没达成这个愿望 二十年都没达成 那他就退转了 他说我念佛念了二十年了 我就想发财 结果我根本就没发财 那为什么呀 那在佛菩萨看来 你那个不是利益 你觉得你想要 你认为要到了 那对你来说是利益 实际上是祸根 实际上是重苦因 那也有人呢 他一念病就好了 那也有人呢 他很快的 他的生意就转好了 他家庭生活就有大的改善了 也有这样的 所以他不一样 那这里面的自利 咱们大家要知道 佛陀讲的自利 就是你能去菩提 能够越来越接近觉悟 越来越接近开悟 这个在佛陀看来才是自利 才是对你自己最大的利益 而不一定是发财 升官 买房子 不一定是这个 当然了 如果这件事 对于你的觉悟有帮助 你也可能顺便得到 但最终不是为了这个叫自利 最终还是帮助你 去向菩提的 距离我们的觉悟越来越近的 最终是要做这件事的 他不是为了让你发财 为了让你升官 为了让你什么 如果说发财了 对你去向菩提有好处 那就发财嘛 如果出名了 对你走向更接近觉悟有好处 那就出名嘛 所以一切都是围绕着这件觉悟 围绕着去菩提这个利益 这是你的自利 还有什么呢 还有他利 他利大家就比较明白了 能够度化别人 能够让别人也得到这个 去向菩提的大利益 你自己修行了 首先带动家里人修行了 带动父母 带动身边的朋友 带动家人 带动爱人 带动更多的人 那就对他有利益 他只要相信了 他自己稍微使点劲 也往这个菩提路上走 也往觉悟的路上去走了 那这就叫他利 当然了 对于他利呢 我们只能尽力而为 因为每个人的业力又各自不同 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不同的这个业力 那他可能一讲 他就愿意学 就像咱们在座的各位 你不管通过什么因缘 通过什么缘分 通过什么途径 你可能了解到了我 你一听你肯定喜欢了 所以你才一直要来学习了 你不用我劝你 至少不用我跟你讲 来吧 你听听吧 你来学学吧 我讲的可好了 对你有好处啊 你至少不用我这样劝你 你一听 你自己有感觉了 你自己就来了 有的人呢 你说破嘴皮子了 你到他家门口敲门 说我给你一块钱 你念阿弥陀佛吧 他说不行 我怕你是骗子 别到说你不给我一块钱 我念来念去你给我洗脑了 你给我给他钱 让他念阿弥陀佛 他还不一定要念 他还不一定要相信 他怕你是骗子 所以这就是每个人的业力 不一样 每个人的根性不同 所以我们在他力这一块 对于他力这一个事情上呢 我们没有太大的主动权 主动权在他 主动权在他自己个人的这个业障 在他自己个人的根器上 但是你要去主动 对于你来讲 你去主动传播嘛 你主动的根据他的根性 去传播 去调伏 能调伏多少 不是你说了算 这叫他力 还有就是什么呢 二句力 有人可能会觉得 佛陀有点啰嗦 你可以直接说嘛 自力有他力 佛陀讲话非常圆满 佛陀讲法呢 他不像街头的那个算命先生 讲的都是一些 模棱两可的话 讲的都是一些个两头堵的 你这么着也能也行 那样也行 佛陀不讲那样的话 佛陀讲的都是圆满的法 佛陀说 有自力有他力 有的人就会钻牛角尖的 有的人就跑过来抬杠了 有自力有他力 那有没有可能 有时候只有自力 没有他力 或者有的时候 只有他力 没有自力 或者我这辈子 光为自己走 下辈子 我再光为别人走呢 这辈子 我光为自己修行 下辈子 我再为别人修行 所以我今生光有自力 来生光有他力 这样行不行呢 佛陀说呀 你学我的这个法 也有自力 也有他力 还有二聚力 自力他力都具足 为什么会有二聚力呢 这里就发生一个问题 咱们当代呀 有这么一个 这个讲法 一个名词 叫量子纠缠 二聚力就是量子纠缠 什么叫量子纠缠呢 就是说 不可能你光有自力 只要你修学法 修学佛法了 你就一定是自力 他力都存在 不可能光有自力 有人说了 那我还没度众生呢 我还没传播佛法呢 我就已经有他力了 对的 你只要自己 一开始修学 自然就开始绝他了 为什么呢 因为整个宇宙 都在你心里 它是一个整体 就像你 如果突然想一个人 你想他 他就一定会想起你 这个科学 现在的这个科学家们都证明了 叫量子纠缠理论 只要你的心念 一往一往一发动 你的念头一动 你是想这个人 那个人也就想你 所以这就叫量子纠缠 不可能吧 那是你认为不可能 你觉得的不可能 是说我想 我想一个人 比如这人叫张三 我想张三 张三就一定想我吗 张三一定想你 但是张三想你 不一定是 不一定是你这个时空想你 因为在整个的 这个量子的这个世界当中 它没有时间和空间 所以呢 他跟你同时想啊 可能是明朝的那一世 他在想你 你要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你才能够理解 这个量子纠缠 他在有某一世 比如说他是清朝人 清朝的那个在想你 在想清朝的你 所以这个量子纠缠呢 就是众生一体 你能够发散好的念头 好的事情 才能够怎么样啊 落到你身上 才能叠加 但是你想 这个力量还要够 你想这个 你想这件好事 这个力量要足够 达到一定的这个量了 好的事情就吸引来了 你总想坏的 你总想害人的 你总想这个 这个哭穷 你总想这个不好的 凶恶的 想的多了 达到一定量了 恶的事情就向你靠拢 这个就是 现在科学家讲的 量子纠缠 这个量子纠缠 也就是佛法当中所说的 心生万物 其实是一回事情 只是现代啊 他必须要用这个 科学家的口吻 创造新的名词给大家 大家哦 我听明白了 你要讲佛法的 这个心念理论 他就觉得是迷信了 我看刚才有人说 那我想钱呢 我想钱 钱就想我吗 首先咱不能抬杠 钱 它是不具备 一个主观思想的物件 这个你应该懂 包括植物 也是无情生命 那你这个钱呢 更是无情的了 他连生命都不是 他只能是一个物体 一个因缘和聚合而成的一张纸 那他肯定他不具备想的功能 他既然不具备想的功能 他就不可能想你 但是佛陀告诉你了 你心行不失 你的念头及行为不停的行不失 财富就会向你聚拢 你说那你的意思是 我想钱钱就会来 对吗 不对 不是这样的 你想钱 什么钱呢 我刚才说了 在量子的世界当中 是没有时间和空间的 你想钱 什么钱 什么是钱 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钱 有的时候是铜钱 有的年代是铜钱 有的年代是纸币 还有铭币 铭币也是钱 你要想什么钱 所以在量子的世界当中 你现在给你拿清朝的钱 拿民国的钱 你花也花也花不了 对你来说也没用 还有黄金 还有白银 还有以前更古早的时候 用贝壳 所以你不能只想钱这个概念 因为钱这个概念是非常宽泛的 不同的时代 对钱的定义也不一样 你光想钱 有可能给你来一堆贝壳 为什么呢 因为贝壳也是钱 在某一个 在某一个这个时空里面 贝壳就是钱 我刚才说了 量子纠缠的这个理论呢 它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整个宇宙时空都是一体的 它是一团 所以你应该想的是什么呀 按照佛陀告诉我们的 你想要财富 你要财富你就行不失 不失才是财富的因 所以你想不失 行不失 你想不失 行不失 于是怎么样啊 财富才会向你聚拢 达到一定的量了 怎么样啊 财富才会砸到你身上 对了 事善说得很好 浓缩出来就是爱出者爱反 浮亡者浮来 你总想害人的 总想着怎么背后坏别人 害别人 总在想这件事 你就一定被别人害 不一定是那个人害你 你可能就有别人来害你 这叫量子纠缠 那科学家现在也是证明 也是同样的讲法 但是他用一种量子力学的方式 来阐述了这件事 那实际上呢 佛陀只是没用这些名词 他只是告诉你 让你相信就好了 所以当你有自力的时候 就必然有他力 当你为别人的时候 你也一定有自力 自力和他力本身就不能单独存在 当你帮助别人的时候 你自己不受益吗 你自己也得到利益吗 所以当你为他力的时候 你利益他人的时候 你自己就得利 当你为自己好的时候 其实别人也得利的 因为这个世间呢 一切都互为因果 你每一次呼吸 都和这个世界宇宙产生连接 你每一次喘气 就跟别人产生连接 你吸到的每一口空气 你呼出的每一口空气 你的一个走路 你与任何人说一句话 你一站一坐 上一个厕所吃一顿饭 你都能必须要与很多很多人产生连接 有的人不理解 好那我来跟你说 你吃的这口米饭不是你自己种的 所以呢 你就首先要和这个种这个米饭的人 发生了因果关系 这个大米有人种 有人收 有人运 有人卖 你这一串你和好多人都产生了一个因果关系的连接 你上了一个厕所呢 你又产生了好多连接 你上一个厕所 首先你家的马桶就有人制造 有人售卖 有人运输 有人安装 你这一抛 你这一抛屎拉下去冲走了 冲到了下水道里 下水道里有无量的虫子 驱虫 苍蝇 你又跟那些众生产生了因果关系 他们可能因为你这抛屎 获得了滋养 也可能因为你这屎里有毒 吃完你的屎 他就死了 说起来像笑话 实际上 你每动一步 你每吃一口饭 你上一个厕所 你做任何事情 你说任何话 都会与别人发生因果联系 所以你听我讲完了这一段 你再去看网上 现在吵得沸沸扬扬的时候 千万不要介入别人因果 你是不是觉得他们说的特别可笑 你怎么不介入别人因果 你死了不介入别人因果了 死了可能还要介入 死了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抽得出身来 死了还要回来 所以你怎么可能不介入别人的因果呢 那按照他的理论 佛陀不要讲佛法了 佛陀一讲佛法 介入了众生因果了 因为我们学习了 我们学习了佛法以后 我们改变了人生 别人我不知道 我自从开始学佛之后 我的人生整个改变了 我的人生轨迹都改变了 那我能不能说 佛陀介入了我的因果 佛陀不能随便介入我因果 他凭什么介入我的因果呀 可以这样讲吗 甚至于还有人说 你介入别人因果 那他的果你来背了 你就背了他的因果了 那背就背呗 首先咱们要明白 英国理论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逻辑 叫什么呀 叫自己 自己因果 自己负责 自作自受 没有道理他做的因 我来受果 因这不符合因果的道理 如果按照他这样说法 只要我劝导了他 我帮助了他 然后他的因果就转移到我身上了 那好了 那我就主动寻求别人帮助 然后把我身上所有的因果 我都转移他身上去 我看谁不好 我就求谁帮忙 我不喜欢谁 我就找谁帮忙 把我这些因果全挪到他身上去 能是这样吗 况且 如果你是佛弟子 那你就背嘛 如果那个理论 假设就算那个理论是成立的 你是作为佛弟子 咱们就承担嘛 佛菩萨为什么能成为佛菩萨 就是他甘愿背负众生的因果 我愿意 我不下地狱 谁下地狱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恨就恨在 不能替众生背负因果 这是佛菩萨 最 这是佛菩萨最深的遗憾 观世音菩萨怎么叫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说 你们的因果我来背 都给我背吧 所以他成为了观世音菩萨 他说我来背负 你有病 我来替你承担 这叫同体大悲 我不希望你受苦 你有任何苦 就让我来受吧 我来替你背负吧 可是他背负不了 他但凡能背负 他就要替你背 可是佛菩萨 背负不了你的因果 你自己的因果 只能你自己背负 他还背不了 这就是佛菩萨 最遗憾的点 佛菩萨 但凡能背你的因果 佛菩萨都愿意替你承受 但是他不行 他只能引导你 劝导你 让你学佛 自己去通过佛法智慧的修学 然后呢 完成自己的这个修行 这叫自作自受 所以你现在看一看 这一个网上的 这个 传播的这种乱七八糟的理论 有多么的害人 第一点 他让很多不明白的人 走入了错误的 这个思维方式 这是其一 其二呢 违背了佛法的慈悲原则 其三呢 让人呢 从此啊 不敢跟别人沟通了 不敢跟别人交流了 比如明明他做这件事 是错的 我作为佛弟子 只要劝他一下 他可能就回头了 可是我不能劝他 为什么不能劝他 我不能介入他因果 我一介入他因果 他那个罪 转我身上了 这一句话呀 对 你说的很好 坑人不浅 与佛法的慈悲 完全是背离的 佛菩萨 就是要背负别人的因果 所以才成佛 成菩萨 但他背不上 佛菩萨 但凡能背咱们的因果 他就背了 他背不上 所以只能通过教导 讲经说法 让我们自己了悟因果 自己完成自己的修行 况且 我们的人生 不可能不与 况且我们的人生 不可能不与别人 发生连结 你怎么可能 不跟别人发生连结呢 善知识 弘法利生 也是介入因果 让人离苦得了 没错 所以如果说 你教别人 不要介入别人因果的时候 你自己就在介入 别人的因果 为什么呢 你讲这一句话 就改变了很多人的思想 告诉你们 你们不要介入 别人的因果 你这句话 就不应该说 为什么呢 因为你说这句话 你就在介入 听你讲话的人 你就介入 他们的因果了 所以你这句话 就不应该说 你一说了 大家的罪 都转你身上了 你说了 那没关系啊 你们罪 总要我身上了 我甘愿承受啊 对啊 那你就得教大家 你们也甘愿承受 这样才叫修行人 那才对 可是你又不告诉大家 你说你们不要啊 不要去弄嘛 那么背负别人因果呀 然后你再做 你却在做自己 你说这句话 本身就做着自己 与自己这句话 相背的事情 是不是逻辑上 又是一个矛盾呢 在这里我们看到 佛陀告诉大家 有自利 有他利 及二聚利 所以你看 佛陀讲法 是圆满的 自己的利益 众生的利益 而且自利 他利 都是具足的 如是等法 应常修学 佛陀在这里 再次劝导 在场的各位众生 告诉所有的比丘们 我给你们讲的 前面的这些佛法 你们一定要经常的修学 这句话厉害了 重要了 佛陀警告在场的人 说 于出家法 谨慎行之 物令空过 出家人 首先第一点 咱们在座的各位 你要了解 什么叫出家 佛法当中 本来没有什么家 或者非家 本来没有什么在家 或者不在家 因为从佛的角度来看 众生嘛 即是佛 佛即是众生 根本不存在什么 出家入家 可是呢 专门的修行人 那他呢 离开远离了世俗的生活 来到寺院当中 以寺院为家 出离了世俗的家 出离了烦恼的家 把头发剃掉 剃掉头发呢 代表斩断世俗的成员 注意只是代表 不是说头发剃了 你就斩断了 这是一种表法 所以出家人献的是出家像 那咱们首先要从像上来理解 而不是认为 这人一剃头 他就有修行了 你看看世间的普通人 是不是都这么认为的呀 只要把这头发一剃 他就要以圣人的标准 来要求你了 那是不正确的 他只是剃了头 剃了头代表他 要上路了 要开始修学了 那他还有很多烦恼 有很多欲望 有很多不合理的事 有很多没达到的 那都正常 就好像刚入学 这个孩子刚刚送到学校去 你说你已经上学了 你赶紧吧 赶紧拿毕业证吧 那他拿得到吗 他拿不到呀 他刚刚上学 你就让他拿毕业证 他怎么拿呢 所以呢 咱们 我简单的给大家讲 出家是什么意思 出家和受戒 又是两个概念 咱们学佛呢 对于佛法的这个事情呢 稍微要了解一点点 首先呢 咱们学佛分为出家和在家 在家出家都能学佛 也同样都能达到觉悟 也就是说 你学佛出家能学 在家一样能学 那么在家人呢 叫皈依佛法 在家人的皈依 代表说呢 我要学佛了 我要好好的 认真的来修学佛法了 它跟出家不是一个概念 所以当一个普通人听说 哎呦你都皈依了呀 他认为你出家了 这个本身这是第一点错误 第一层错误 皈依呢 就是一个在家人 他呢 在维持正常的家庭生活 正常的工作 一切呢 家庭生活 都不影响的前提下 那他呢 还要修学佛法了 这叫皈依了 这是在家人 叫皈依 那出家人呢 就是啊 首先呢 这个人 他先来到这个寺院了 他说呢 我呢 想来寺院 专门的修行佛法 找到了合适的师父了 那师父呢 说呢 你你既然心挺成的 你愿意来这儿 过这样的日子 那你先待着吧 先把头发剃掉 在寺院里生活一段时间 看一看 能不能适应咱们寺院的生活 这个叫出家 来了 先把头剃了 跟大家呢 穿一样的 头发型也一样 先在这儿待着 待上三年以后再说 看看你能不能适应这里的生活 这一步叫出家 注意 出家人 刚刚出家的人 没有受戒的出家人 只受这个杀迷戒 杀迷只有十条戒律 是非常宽松的 所以你不要以为他剃了头了 他是个光头穿了僧衣 他就是一个比丘 不是 刚刚来到寺院 那有人说了 那是年轻的 就是比 就是杀迷吗 不是 他跟年纪没关系 有的人八十岁 刚来寺院的 他也是杀迷 有的人十六岁 刚来寺院的 也是杀迷 有的人四十五岁 刚来寺院的 他也是杀迷 他跟年纪没关系 你刚到寺院 想要出家 那师父就告诉你 那你先来吧 先住上一段时间 先考察 你也考察我 我也考察你 你考察这个老师 能不能教你 那我们也考察你 是不是真心的 要出家 是不是真心的 要做僧人 所以呢 佛法叫 广开方便之门 佛法呢 叫广开方便之门 谁都可以来出家 但是不是 谁都能受戒 不是谁都能受戒 成为真正的比丘的 出家谁都可以 你犯罪分子也可以 你杀过人 放过火 你来这儿 佛门一样收你 所以咱们看到 有一些以前 讲这个水浒传 三国演义 有一些古代的小说 里面就讲了 说某某某 杀完了人 犯了罪之后 跑到寺院去了 他就当和尚去了 有的人不太理解 你学佛 学明白了 你就理解 就是寺院 它是广开方便之门 谁来出家 你愿意出家 都给你剃头 谁都收 皇帝也收 乞丐也收 你要出家就收你 但是收你是互相考察的阶段 给你剃了头了 穿了僧衣了 你在寺院住 不代表你是比丘 你先学着 跟着上早店 上晚店 该诵经诵经 该学习学习 然后怎么样呢 大家要考察你 看你是来混日子的 还是说你真心要成就的 你也考察这个寺院 看看这个寺院 是不是真实的 看看是不是 真正修行的场所 先待三年 所以刚来的比丘 要先待上三年 这三年里面呢 守十戒就可以了 守沙迷十戒 十条戒律就可以 那我特别要告诉大家 沙迷十戒里边 还真就没有吃素 这一项 沙迷的十条戒律里面呢 那他有不饮酒 跟咱们这个五戒 普通人 在家人受的 这个五戒里面的 不饮酒也有 但是呢 他还真没有 不吃肉这件事 所以你还真不用奇怪 说有的人 看起来是和尚 他还吃肉了 你不用奇怪 他有可能是沙迷 他受的是沙迷戒 因为古代呀 那个寺院比较偏远 交通也不发达 所以你基本上 不会看到 有哪一个 有哪一个沙迷 跑到 跑到这个 哪里去了 跑到饭馆去了 那时候 交通不发达 他成天 得在寺院里待着 可是你也不能 保证 有一些小沙迷 跑出去自己偷只鸡 偷个鸡腿吃了 所以现在 你就明白了吗 为什么有的祖师大德 看到 看到一些僧人吃鸡腿 他也不骂他 那不是他该守的纪律 也可能啊 他撑不到三年 他自己都离开了 这个寺院生活 他适应不了 他自己就走了 他只是在这体验了 一段 一段时间的出家生活 但实际上 他不是比丘 好了 假设他通过了考验 当然了 你作为一个沙迷 然后你成天吃肉 那寺院肯定会 把你赶出去的 你偶尔破了一次 你偶尔吃了一次肉 或者寺院不知道 或者知道了 也还是给你考察的期限 然后你待上三年了 相互考察 及格合格了 那这个时候就给你 告诉你了 你要参加受戒了 你要受三坛大戒 接下来告诉你了 以后什么不能干 什么不能干 你能持否 你能不能持这个戒律 能持 那你说我250条戒律 大部分能持 有那么三条 五条持不了 也可以 你说 哎呦 就这两条 我持不了师傅 你说真话 这两条持不了 也可以 再修行三年之后 把那两条 再给他补上 但现在呢 你可以暂时 给你 受戒还是给你 戒谍还是给你 但是可以允许 你有那么两三条 你说我不能持 也没问题 但你说我250条戒律 我有248条都守不了 我只能守两条 那你就回家去吧 那你就走吧 你就别在这了 你不适合这了 你250条戒律 你说我能守248条 有两条我不能守 那可以 但你说我248条 守不了 只能守两条 那你就别 你就玩去吧 你就别在这待着了 你受了三坛大戒以后 你就要怎么样啊 你就要严格的手持 你自己的承诺 是你自己承诺的 你说我能持的 那你就得守住了 那这个受戒过后的 这个叫比丘 比丘尼的348条 那更多一些 对女性的出家人的戒律 要更多一些 沙弥 那个女性的叫沙弥尼 那个也有 好了 我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了一下 所以呢 那当代我们的这个 因为佛法传播到现在 那沙弥也有 那比丘也有 但是比丘多 沙弥少 为什么呢 基本上啊 现在你只要 想出家 然后哪里有 受三坛大戒的机会 你的其他的那些表 都通过了 基本上你参加了 那都能拿到戒谍 而且没有人说不能吃 到那跪下了 受戒的人很多 都问能吃否都是能吃能吃 就赶快了 都过了 大家都走 因为上面坐着老头 年纪都大了 也撑不了太久 所以就问你能吃否 这些戒律能吃否 能吃能吃 就都过了 那实际上能不能做到呢 那就看自己 那反过来 咱们大家要明白一点 对于出家人来讲 你受戒不是一个小事情 受戒是一个 从沙弥 从世俗人 具备戒体到比丘的重大转换过程 这不是小事情 就像你那个信基督教进行了洗礼 这是一件大事情 你自己受了三坛大戒 然后呢 你自己承诺了要遵守 回头你不遵守这件事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从佛法的角度来看 非常严重 所以呢 现在呢 你说要有人说 那于老师他就不熟 他就偷着吃肉 他就偷着干嘛去了 就像前两天说的电位 还被那个女主播 还被他敲诈了之类的 那他就只能因果自负 其实啊 我要偷着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什么秘密呢 少林寺啊 做过很多次三坛大戒 有一戒呀 有一次三坛大戒 我就在少林寺 而在少林寺的这个时候呢 方丈又特别把这个三坛大戒 整体的拍摄工作 整体的协调 交给我了 所以呢 我是相当于受过三坛大戒的人 虽然呢 我没有跟那些比丘们站队 站在一起 但是整个流程 整个仪式 我全参加了 我是跟着这个流程 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 所有的流程我都参加了 所以啊 那一次非常成功 那一次啊 还有外国的 还有外国的 这个国外的一些 一些一些沙迷 在这里受了三坛大戒的 那是非常殊胜的 当时有这个清德老和尚 现在已经不在了 有本如和尚 本如也不在了 所以怎么说呢 这个叫 时光如水 一去不复返了 你再想去参加 清德老和尚的传戒 不可不存在了 清德老和尚是戒和尚 很隆重 非常隆重 因为三坛大戒 是佛教的圣事 代表呢 佛法昌隆 人丁兴旺 释迦牟尼佛在这里 对在场的比丘 告诉他们 严重的警告他们 要于出家法 谨慎行之 物令空过 你们既然出家了 你们既然要守 自己承诺 要守这个戒律了 你必须谨慎行之 做事之前 自己要考虑 考虑自己是否怎么样啊 违反了自己承诺的戒律 你必须要谨慎 戒律是什么呢 其实佛法 就是世间真理 这个真理本来 没有给我们任何戒律 可是呢 佛陀讲的这个 是一个僧团的生活 这个僧团的生活呢 它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而且它也展现了 对外的形象 所以佛陀就要慢慢地 开始增加了一些规定 比如说吧 咱们大家一起 要办一个线下活动 本来呢 没有什么 可规定给大家的 可是大家来了 有的人很散漫 告诉你 下午两点集合 要出发了 你非得两点半来 我们不可能 其他人就等你一个吧 可是不等你怎么办呢 不等你 你又来参加了 我们去的地方 你又不知道 所以还是要等你 可是呢 大家因为等你半个小时 大家都很生气 大家都有情绪 那又怎么办呢 那大家呢 就很不开心了 所以就要定规矩了 告诉你 两点钟出发 你不能迟到 你至少1点55之前 你必须到达 我们的这个指定地点 你不来不行 你不来的话 我们要么就走了 要么你就得给大家忏悔 你得给大家承认 你的错误道歉 不然的话怎么办呢 大家都憋着一口气去放声 大家都很生气 所以其实没什么规矩 不希望给大家有规矩 但是呢 还得规定一些事 比如说你来了 你在听课的时候 你不能说话 要不然的话 有 你们可能不太清楚 比如说以前我有一次 我记得特别清楚 在河南 我在河南有一次讲课 人其实不多 大概也就200人左右 然后呢 我们有几个义工啊 就举着那个直语的牌子 来回走 就告诉大家 老师讲课 你要直语 不要说话 那我就没想那么多 因为第一个 大家来的都是学佛人 都是佛弟子 再加上现场呢 开始之前 主持人也告诉大家 不要讲话 你要上卫生间 那有的人很守规矩的 他要去卫生间 他自己悄悄站起来 然后向我居一宫 再去卫生间 那有不守规矩的呀 我们就这么告诉 开始之前主持人讲 讲完了之后 还有人举牌子 来回走 结果他怎么样呢 突然之间 那种老人机呀 那种老人机 突然来电话 声音超级大 其实提前都告诉大家了 你的手机要静音 你手机要静音 提前都讲了 结果他就是 他就是不静音 那我们也不 我们也没有权利 去挨个检查 大家的手机 你静音没静音 我们也没有这个权利 所以就靠自觉 提前就跟大家讲了 结果呢 我正在这个 正在讲课 我讲的兔莫横飞呢 结果他那个老人机 还带闪光的 那个带跑马灯的那一圈 就非常大的那种 那种什么小苹果之类的 那种那种口水歌曲 超大声音 比我这个讲话的麦克风都大 我这个是拿麦克风讲 他那个没有麦克风 比我的麦克风 比我的音响声音都大 然后全场人都回头看他 他不尴尬哟 他就把他那个手机掏出来 带跑马灯的 金光闪闪的 然后就开始见到 喂 那还是河南口音 喂 钟啊钟啊 我在停课呢 一边声音很大 一边往外走 那他那个音乐一响 我就已经停下讲课了 然后呢 你还要等他 等他走出去了 然后所有人都很生气 那在场的人都很生气 但是我就告诉大家 我说你看 我当时好像正好讲到哪里 然后我就 我就巧妙的化解一下 自嘲了一下 正好和我们当时讲的内容 结合了一下 把这件事化解了 可是他坐回来 他打完电话坐回来 没一会儿又响了 然后就有一个义工 就有一个义工告诉他说 你要么就关机 希望他能够关机 其实啊 这个就是经过了有事情 佛陀就会追加一个戒律 咱们后来看到的这个戒律 那个戒律 其实呢 有一部分是佛陀在世的时候 佛陀规定的 后来呢 在佛教的传播和发展的过程当中 有祖师大德呢 他又进行了扩展 又进行了更多的规定 或者是根据后来的四分律 然后再加上一些实际操作 还有呢 佛法传到中国以后 根据中国人的生活习惯 和容易犯的错误 又追加了很多规定 就形成了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戒律 所以戒律本身 不是佛法的内容 范畴之内的 戒律是因为世俗人 容易犯的这个错误 对修正这个真理有障碍 所以呢 佛陀 在他讲法的过程当中 才讲出了这个戒 你要是不持这个戒 你修学佛法障碍太多 所以才有了戒律 但是你说咱们修正这个真理 咱们求证这个真理 这个真理本身是不规定你什么的 它就是那么自然的 活泼的 可是你不遵守这些戒律的话呢 佛陀就讲了 你首先你对僧团的这个声誉有影响 就像我们 我又拿说最近这个新闻 他爆出来了 首先第一个影响整个佛教界的名誉 其次呢 他就别讲修行了 修行肯定是不行了 或者说他 也可能他根本没有修行 这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呢 佛陀后来告诉 在涅槃的时候 有人问他 我们以谁为师啊 佛陀告诉阿难 说以戒为师 戒律 你要把戒律当成你的老师 这样的话呢 你就慢慢的会怎么样啊 能去菩提 你才能够离这个 觉悟 才能够近一些 才能去菩提 因为当时在场 听我们现在讲的这些经典的 都是一些比丘 受过三坛大戒的 承诺了自己要守戒律的 跟佛陀一起生活的比丘 所以佛陀当然要告诉他们 你们在出家法上要谨慎行之 佛陀不会曾天在你身边盯着你 那时候也没有摄像头 主要就靠自律 佛教的纪律主要是靠自律的 那不是靠人管着呢 佛法不是监狱 佛法不是说要规定你 你来到这儿像监狱一样 现在有一些传统文化 有一些搞传统文化培训的 特别吓人 给你弄的那个一个上下步 脏得很 里面一股臭味 臭袜子臭脚味 给你碗里一关 不让你用手机 不让你跟外界联系 里面的生活条件 非常的差 可是佛陀不这样 佛教是不是这样的 佛教来了只好告诉你 你不能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然后其他靠自律 你自己自律吧 以前我们出去讲课都会告诉大家 不要把佛友当朋友 就是咱们大家一起来参加 咱们法事活动的 来参加线下活动的 都是佛友 佛友不要把佛友当成朋友 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佛友你就陷于佛教修行的探讨上 这是最好的 也就是咱们在座的各位 你们很多人虽然线下没见过面 但成天来直播间 或者成天在群里交流 你们也熟了 好像这个名字大家都见过 但不要把它当成朋友 就是佛教修行上的佛友 同修 你们之间的这个探讨 讲话 聊天 就最好仅限于佛教的修行上 千万不要超过这个范围 一超过这个范围 你就会发现 你增加了自己的烦恼 你来这来干嘛来了 你不是要清静的吗 你就在佛法的探讨上 把它当作一个同修 这是最好的 但有人不遵守啊 有的人开始讲这个家长里短 有的人开始讲八卦是非 有的人开始讲 其他人的什么私密 你去讲这些干嘛呢 你一讲这个 你就越界了 你说的很好 保持边界感 你一聊别的就越界了 而实际上这种情况呢 线下的活动最容易发生 就是线下的时候啊 比如说第一次 他们他们两个人相遇过 感觉呢 互相很有好感 好像很有缘分 第二次又相遇了 我以前组织活动 我就遇到过类似这样的 然后第三次再相遇 他俩没什么聊的了 首先呢 他俩在佛法的修正上 都不怎么地 聊佛法聊不到什么了 然后但两个人感觉 关系又很好了 又很亲密了 见过第三次了这是 所以聊在一起聊 聊不到佛法了 因为在佛法上都无修无正嘛 所以没话聊了 没话聊了就找话聊 就开始聊是非了 哎 你还记得吗 上次那个谁都没来 哎呦 你可别提他了 上次跟他来的时候 他肯那啥了 哎呦 他怎么怎么样 先聊 这个聊八卦 他们有层次的 先聊 先聊一起来参加的 别人不在场的 别人的八卦 聊久了 别人的八卦没有了 又开始聊 寺院师傅的八卦 哎呦 你听说了吗 这个寺院 这个寺院师傅 有修行没修行啊 我听说他戴帽子 出去吃肉了 聊着就来 再聊再聊 再往下聊 就开始聊 聊余老师的八卦 所以怎么样啊 自己早就越界了 自己还不清楚 这样的人根本就不是修行人 因为没话聊了嘛 有的人就是很怕冷场 好像没话聊了就冷场了 一冷场他就很慌 然后就没话找话 你们生活当中一定遇到这样的人 有的人没话找话 让人觉得特别尴尬 其实他自己也很尴尬 那怎么办呢 就开始聊八卦了 这样的人都不是学佛人 于出家法谨慎行之 物令空过 我们修学佛法就是物令空过 你今天一天没念佛 你今天就空过了 你今天一天没送咒 你今天都空过了 你今天一天不来听经文法 你今天就叫空过了 还记得观世音菩萨 普门品里有两句吗 心念不空过 能灭 诸有苦啊 你想灭掉 所有的苦难烦恼 让你的心念不空过 这个空过 指的就是你不听经文法 你不诵经持咒 你不修学佛法 所以你来参加 你来参加线下活动 来参加法会 本来就是要清静的 要长智慧的 结果清静智慧没长 长一身八卦嘴 那这些在场的比丘 在出家法上谨慎行之 物令空过 有什么好处呢 当获圣果 无为安乐 能够获得殊胜的果报 能够获得无为的安乐 当获圣果 无为安乐 注意啊 这个圣果 它还不是圣人的圣 是殊胜的圣 这个圣果呢 对于在场的比丘来说 可能是出果罗汉 可能是二果三果 乃至阿罗汉 甚至于成菩萨 最终成佛 那这里面呢 它有不同的层次 不同的境界 并不一定指 并不一定指 是指学佛 成佛 所以这个圣果呢 指的是从 罗汉 菩萨 佛 几个阶位都有可能 还有无为安乐 无为安乐指的就是什么呀 清安 清福 清福最难想 你看有的人呢 当官啊 有钱啊 当官的时候 天天有人来给他送礼呀 找他聊天啊 喝茶呀 求他办事啊 一退休没人来了 他受不了 他难受 其实那是最想清福的时候 他自己想不了 所以现在才有什么 老干部疗养所 那不是疗养身体 他身体没毛病 他心里受不了 那个老干部疗养所 都是去疗养心理的 他受不了那个清安 没人来送礼了 没人来求办事了 他是心里上有落差 感觉好寂寞 而实际上这种无为安乐呀 是最自在的 只是自己不明白 没有看通 没有看懂这个人生的真相 而出家人 他要求的就是无为安乐 你要是想要美女 你想看直播 想刷礼物 你出家干嘛呀 你就不用出家呀 你不出家 你找美女 你是跟人家 有老公的人出轨 充其量在道德上谴责你 你也不能给 你也不会给佛教抹黑 你那么爱看美女直播 那么喜欢 这个 你就不要出家嘛 那个是世上的美女大把 你自己去追求嘛 也没有人管你嘛 而你出家了 你就要在出家法上 谨慎行之 物令空过了 出家了 你承诺了你自己的这个 你承诺了你要守的戒律 你就得守 你就得做好 你做不好 不要出家还俗去嘛 那怕就怕在什么呀 你不是真心要出家 怕就怕在你自己呢 什么都想要 觉得出家这个什么不用干活 有人给红包 受人尊敬 还赚大钱 最后我还什么都想 世俗的事 我还什么都想要 怕就怕这个 所以佛陀呢 对于他的弟子们 说了这句话 其实是很严厉的话 那他要讲这个话 一定是有人在出家法上啊 行的不够好 如果大家都行的很好 他也不必刻意的说 所以一定有人在戒律上啊 还是做的不够圆满 所以佛陀在这里 非常严厉的告诫大众 你们在出家法上 要谨慎行之 物令空过 每一天都要有增进 每一天都要有得力 每一天都要有进步 这样你才能够获得 殊胜的果位 才能获得一个 无为安乐与自在 我是鱼雷 下集再会 鱼雷老师作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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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